我拿十五万给大哥建房子 没想自己落魄后 竟被大嫂拒之门外 不行 你们父子三人不能住在这里 我生意失败后 房产被拍卖 仅剩的几万块钱存款 也被老婆卷走了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只好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回到老家投奔大哥 没想到 我刚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大哥大嫂 就立即遭到大嫂的强烈反对 不行 你们父子三人不能住在这里 为什么不能 大嫂 咱凭良心说话 当初你们借这房子总共花二十万 我就帮你们掏了十五万 现在我落难了 想回来住一段时间都不行吗 况且我们又不是长久住下去 都说了 只是先找个落脚链 现在 我浑身上下两百块钱不到 还带着俩孩子 你不让我们回来住 那我们去哪里 那是你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就是带着孩子住大街 我们也管不着 大嫂的态度十分强硬 说什么也不肯让我一家三口住进来 嘴上说住几天 谁知道真假 一旦被赖上 想甩掉可就不容易了 一旁的大哥刚准备听我说两句 结果就被老婆一个怒势 给吓得一别 连忙改口道 要不让七号他们先住两天 然后再慢慢想办法 你要是敢让他们住下来 咱俩就离婚 大哥听到离婚二字 吓得不敢再说话 我看了看自己的亲大哥 有些无奈 本不想让大哥家在中间为难 可眼下我确实是走投无路了 想当初大哥结婚时要买车 我帮忙掏了五万块钱 大哥要建房子的时候 我又掏了十五万 可没想到真是应了古人的那句话 一朝马死黄金镜 亲者如同陌路人 有钱谁都巴结你 没钱你是谁 既然这样 那我就带着孩子回去老宅住 不打扰大哥大嫂了 总不能因为自己 就逼得大哥大嫂离婚吧 虽说老宅早就破得不能住人了 但好歹是个房子 先将就下线 七号先别急 我跟你说吧 这老宅已经没了 没了 老宅怎么会没了 这 这个吗 老宅已经拆了 前两年城里来人 搞耕地置换的时候 我把咱家的老宅 给置换推平了 弄成了耕地 用来种玉米 地还是自己的 赔了 这时大嫂猛然咳嗽一声 大哥一顿 接着继续说道 赔了点钱 不过不多 也就够买点化肥 老宅是拆了没错 可地还在 你要是真想搬回去 直接在地上盖个木屋 不就行了 对对对 七号 在山里树多 随便砍点木头 回来就能盖个木屋 你先住着 等你将来有钱了 再盖个水泥楼也不迟 我本来也是这个打算 可这话从大哥大嫂口中说出 就很让人不舒服 好 我明天一早就去盖木屋 但是这两天 麻烦先让我跟孩子住下 木屋一盖好 我会立马带两孩子离开 绝对不会来这步走 有了这个保证 大哥大嫂二人的脸色 这才缓和了一些 行行行 七号 不管你做什么 哥都支持你 我看了看怀中六个月大的女儿子鱼 又看了看旁边未满五岁的儿子子恒 点点头 没再说话 小时候大哥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我 我不想让大哥男作大嫂不好相处 住在一起肯定不开心 倒不如眼不见为敬 住木屋就住木屋吧 第二天所有人都起来的大嫂 吃过早饭后 大嫂一改昨天的态度 热忱地从我手中抱过子鱼 又拉着子恒的手说道 七号 你要先去做事 今天孩子我帮你的 好好干 我点了点头 到了生险 儿子还没满五岁 有些害怕这个凶巴巴的大伯母 我上前摸了摸他的头安慰下 你要照看好妹妹 爸爸一会就回来了 爸爸 我 我会看着妹妹的 你快点回来 傻瓜 爸爸很快就回来了 不要哭 爸爸去干活了 在大哥的催促下 不舍得看了看两个孩子后 便紧跟大哥往老宅的走去 原来的老宅也不见了 只有满地的玉米干子 七号 先把这些玉米干子拔了 把地整平些 然后再进山砍树 我点点头 便走入玉米地里 开始干活 应该是许久没干农活的缘故 没干一会儿 就觉得腰酸背痛 于是忍不住 找了块石头坐下休息 大哥见状便催促道 七号 你怎么回事 赶紧干活 不然什么时候 才能盖好木屋 我艰难地吞咽一口唾液 点点头 准备起身 可就在这时 猛然看见一只金黄色的虫子 居然已经爬到了 我的脚腕虫 一惊 下意识地伸手去拍虫子 却只见那虫子 以极快的速度 钻入裤脚 紧接着膝盖的位置 传来一阵的刺痛 我痛得大叫一声 轰然倒地 大哥见我一动不动 赶紧扔了锄头跑过来 极好 极好 当我醒来时 忽然觉得自己的视力 好像有些不对劲 我居然可以看清楚 空中飞鸟的羽毛纹脸 还能看清楚 藏在灌木丛中的野鸡 连厅力也强到 可以听清水里 鱼儿吐泡泡的声音 大哥你看那只鸟的翅膀 是不是有三度颜色 大哥抬头看了下 空中的小黑点 忍不住骂他 你搞什么名堂 不好好干活 一会还要去砍树 再磨叽 这些活你自己一个人干 我连忙拿起锄头 用力往前挖去 我靠 什么情况 怎么感觉身体里 有无穷无尽的力 我茫然看向 一旁堆砌在地的巨石 这石头 怎么得有两百多斤重 抱起来 却跟抱泡沫箱子一样切 忽然想起什么 猛地回头 去看刚才自己晕倒的位置 只见一只多足虫 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朝它摆了摆身子后 就扭头钻入泥土里 消失不见 大哥 这里等下才回来呢 咱们先进山去砍树吧 嗯 行吧 我被虫子咬过后 大哥见我的行为异常 以为是遭受不住 打击疯了 是不是有三种眼泽 见我表现正常后 也放下心来 来到山里自家的山树林 砍了一些小树 把木头扛了回来 再把地面弄平整 我两人折腾一下午 便把木屋盖好了 和我想象中的差别有点大 不管怎么说 挡雨是可以的 但是遮风就 等有时间了 你再去砍点竹子 把四面围起来 到时候冷风就吹不进去了 行 明天一早我就带孩子搬上来住 嗯 七号 不管你做什么 哥都支持你 我被金虫子咬过后 听力 视觉和力气都发生了变化 要不了多久 一切都会好起来 第二天一早 看着大嫂分给我家当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爸爸 咱们不是回家吗 眼前四根柱子 一个屋顶的家 五岁不到的儿子 也是满脸疑惑 子恒 以后 这里就是咱们的家 此刻儿子小小的心灵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是爸爸对不起你们 让你们跟着遭罪了 只要爸爸说 这里是家 那这里便是家 爸爸 我们家好多泥巴 我可以玩泥巴吗 当然可以 我把包备放在地上打开 将小女儿放上去躺着 便开始收拾这个家了 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把煮饭的灶台弄好 我找来两块方正的大石头 放在一起 裹成灶台 又搬来一块更大的石头 放置在灶台边上 当桌子用 又进山砍了竹子做碗筷 大米不多 又没有菜 中午 只能煮点粥喝 我把煮好的粥端给子恒 并给女儿喂奶粉 爸爸 你不吃吗 不吃饭会饿坏身体的 说完便要将他的粥递给我 谢谢子恒 爸爸也会吃 你注意不要烫到 好的 爸爸 虽然生活一塌糊涂 在两个孩子间来回穿梭 仿佛没了自我 但几乎大部分父母都觉得这很值得 并且乐此不疲 为了晚上有地方睡觉 我又去找了一块大石头 放进茅屋中间 在上面垫上干草 就成了一个简易的石头床 晚饭也是喝粥 这时女儿开始哭闹 我抱着在屋里来回走 心情也跟着烦躁起来 爸爸 我想吃肉 哪里有肉 你吃就是 不吃拉的 爸爸 你不要这么大声 你吓到我了 儿子的哭声 让我瞬间软了心头 且自责起来 孩子明明已经这么懂事 为什么还要朝他吼叫 他那么懂事 会照顾妹妹 会心疼爸妈 为什么还不满足呢 他只不过是想吃点肉 有什么错 错的人 其实是我 乖爸爸 对不起 爸爸错了 爸爸不该这么大声 爸爸是坏爸爸 爸爸对不起你 不哭了好吗 好爸爸 吃好爸爸 我紧紧抱着两个孩子 目光坚定地望着东南方向 紧盛的光亮道 子恒 相信爸爸 爸爸一定让你吃伤肉 好 爸爸 那明天可以吃肉吗 嗯 明天爸爸看能不能找些肉给你吃 爸爸 你真好 众木棚的第一晚 子恒一直吵着要吃肉 连晚上做梦都在流着口水 好吃 真好吃 爸爸 你也来吃肉肉 太香了 而我为了给他两兄妹赶蚊子 被折磨了一晚上 没怎么睡 今天一大早 我煮了周围保小孩后 便去附近割艾草 并把割回来的艾草 不开亮晒 希望今晚两个小家伙 不是赶我家 忙完这一切 便把满是泥巴的子恒 带到门前的小溪里洗洗 爸爸 我肚子饿了 咱们什么时候才有肉吃呀 子恒 咱们今天中午先喝粥 等晚上爸爸去便宜煮鱼吃好不好 好 虽然施力跟廷力都得到了强化 可是这个抓鱼的技能 他没强化呀 尝试了几次都没抓到鱼缝 只能暂时放弃 因为女儿又哭起来了 先回去换孩子 等会还要留些时间去砍木柴 晚上要是没有火堆 子恒又要怕黑了 等忙完这些 天又快黑了 子恒坐在燃着的火堆前 心里有些兴奋 只是 当看见晚饭又是竹筒装的白粥后 还是没忍住哭了 爸爸 我想吃肉 小孩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吃了两天的白粥 哪里受得了 子恒 你先乖乖把粥喝了 待会爸爸给你充电妹妹的奶粉喝 好不好 好 爸爸 那我们什么时候吃肉啊 昨晚答应的没能实现 暂时先不许诺吧 以免在此食言 让儿子失望 爸爸答应你 等爸爸把咱们家弄好一点 有足够多的时间 就弄点肉吃好不好 好 女儿的奶粉也快见底了 给子恒喝的奶粉 也是调得比较稀 她一口气喝完后 便心满意足地睡觉了 感觉这一天下来 没做什么事 可又觉得忙得不得了 今晚毛屋里挂满了艾草 蚊子不来了 我给火堆加了点木柴后 也跟着睡去 一大早 我刚起身 便觉得有些不对劲 为何毛屋前光涂涂的 还黑漆漆的 像是被火烧过 抬头顺着漆黑的痕迹 一路往南看去 整个人都不好了 那洞挨着他家老宅的 破败土房 正冒着鸟鸟青烟 不好 我猛地起身 穿上鞋子 就往那土砖房跑去 哎呀 我的房子 亲林叔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昨晚我烧了笔火区南去逛 结果 什么 是你这个混蛋把我家祖宅给烧了 对不起 亲林叔 对不起 睡前 我已经把火堆旁边砸草 全部清理干净了 还搬了不少的小石头 把火堆围起来 怎么火苗还是窜了出去 烧到亲林叔的老宅了 臭小子 烧我家祖宅 看我不打死你 真对不起 亲林叔 你先别激动 当初村里置换耕地的时候 卢庆林嫌三万块钱少 没把祖宅置换成耕地 如今却被一把火给烧了 气得几乎要昏厥过去 我的三万块钱啊 我的列祖列宗啊 我对不住你们啊 你 你赔我家祖宅 赔我钱 对不起 亲林叔 你先别激动 他妈的 祖宅都被烧了 你叫我别激动 我一把拦住做事 要打我的卢庆林 他拿我没办法 干脆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一边锤打地面 一边哀嚎 我的列祖列宗啊 我的钱啊 没多久大哥和大嫂也来了 不过他俩可不是自愿来的 而是被卢庆林的老婆黄明秀给强念过来的 黄明秀是村里出了名的泼妇 卢庆林也被他给治得死死的 要是村里有人惹了他 他能把人家祖上十八代骂的在地府里 都哑然失声抬不起头来 天杀的王八高子 我家好好的祖宅怎么就被你们烧没了 你们说怎么办 我自知理亏 只能强忍着黄明秀的谩骂 诚恳说道 沈子 你这样骂解决不了问题 我烧了你们家祖宅 是我不对 我跟你们道歉 该赔偿赔偿 我绝对不会来提 赔偿 我赔 你有钱赔吗 你是打算卖儿还是卖女赔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住的破毛棚 连我家鸡舍都不如 你拿什么赔 我说你这做大哥的 别站着光看不说话 你亲地把我家祖宅烧了 他赔不起 你就拿钱替他赔 不然的话 别怪老娘天天去你家坐着白吃白喝 这正是他撵着大哥大嫂过来的目的 以我现在的状况 怎么可能有钱赔他 你要是没钱赔也可以 拿你家那辆蓝色的小汽车过来 这样就算扯平啊 什么 要我家赔偿 还想要我家的小汽车做赔偿 你做什么白日梦 见到大嫂赶还嘴 她反而有些兴奋 直接一股脑的脏话 从她嘴里倾倒而出 骂得大嫂毫无还手之力 而此时 大嫂却把受的气 全撒在我身上 你个狼心狗废的东西 你落魄回来 我们供你吃住 你还得捅这么大一个蜂窝子 你良心被狗吃了不成 还想要我们帮你赔偿 你怎么不去死 为什么要回来祸害我们 即便是你一人 也有三分气 眼看大嫂越骂越难听 我暴怒到 够了 骂过没有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将七号犯了错 我自己赔偿 不会连累其他人 我的一声爆喝 吓了众人一跳 在一边假装哭得很伤心的卢庆龄 也不哭了 我上前一把将来在地上的卢庆龄提起 她猛然间心中大喊 房子是我烧的 我说了会赔钱就一定会赔 你们不要这么闹下去 这么大的力气 提个一百多斤的人 就跟提个水桶似的 嘿 我怎么把自己比喻成水桶 行 只要你愿意赔偿 那我们就不说什么了 好 既然你说要赔偿 那就赔十万 这套祖宅本就破得不行 就算今天没被烧 估计明年春季一下雨 十有八九也是要倒塌的 居然一开口就要十万 跟咱没关系 你别再得自己找麻烦 大哥看着老婆很利的眼色 只好把心头木火压下 不再吭声 沈子 如果您没有诚意协商 那咱也不用说太多了 我看 你还是报警吧 让警察来判 到时候判多少 我赔多少 嘿 你这个王八高子 要你十万你还嫌多是不是 这是祖宅 不仅仅是房子 更是祖业 是风水 你杀了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念想 要你十万很多吗 你行 沈子 你看 这是我家祖上住了五代人的老宅地区 你把它炸了 咱俩就算扯平了 江七号 你耍无赖是不是 沈子 我不是耍无赖 我是真心想跟你好好协商赔偿 可您非要狮子大开口 我没法子 只能这么做了 这时 卢庆林见两人协商不下 赶紧站出来唱红脸 七号 我看你带着两孩子也不容易 既然十万你不肯赔 那你说 你愿意赔多少 就这样的破宅子 一般也卖不到了 可确实是我理亏在心 五万 我最多给你们五万 八万 庆林说 你这宅子有多破 你心里有数 别说放东西住人 就是杨枝积在里头 都随时可能被砸死 我给你五万 完全是看在乡里相亲的面上 不想说太多 我有诚意 你也别把我当约大头 你开心吗 黄明秀文言 扯了扯卢庆林的衣服 点了点头 能用一破宅子换五万 已经赚了 行 五万就五万 拿来吧 庆林说 先签点 等有钱了 我马上还给你 什么 小子在这耍我呢 没钱你要喝什么金 庆林说 给我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内 一定还清你的五万块钱 三个月 三个月就一定还清 对 但我现在这一身能力 应该一个月左右就可以还清 但是不能把话说太满 免得人家不相信 毕竟自己还住着茅草屋 行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 你要是还不清 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一号 我知道你带着两个孩子不容易 可是 既然你答应了三个月还清 我们五万 那你可得说话算数啊 别到时候又扯一对有的没的 大家都是一个村 闹得太难看 对谁个不好 你说是不是 真的 放心吧 既然我说了三个月还清 就一定会在三个月内还清 有了我的再三保证 黄明秀跟卢庆龄就没再纠缠 没一会就走了 大嫂坚持是没被牵连到 赶紧拉着大哥回家去 没热闹看了 村民们也变散了 得赶紧搞钱 不能再拖了 先不说这里赔款 眼前女儿的奶粉和尿电都快用完了 以后你怎么把卢庆龄家的老宅给烧美了 晚上有点凉 又没有灯 孩子害怕 所以我就烧了一堆火 你脑子想什么 这四周都是草啊树啊的 你居然敢烧一晚上的火吃了完 你就不怕火苗把你给吞了 这是紫横吧 来 过来让四爷爷看看 紫横 快喊四爷爷 紫横看到陌生人有些害怕 拘谨地看着四叔没坑上 四叔啊 这孩子有点怕生 紫横不怕 你看四爷爷给你带了什么 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真不知道你怎么过日子的 四叔 你坐 刚回来几天 好多事都还没理清头绪 哼哼 等你理清头绪 孩子都饿坏了 说完四叔从蛇皮袋里取出了一包鸡蛋 紫横 你看 四爷爷给你带了鸡蛋 喜欢吗 鸡蛋 鸡蛋 我喜欢鸡蛋 接着四叔又从蛇皮袋里 拿出一袋米和一块小小的烟熏腊肉 这里还有一点米食 爱精 够你们吃个几天 等下个月政府给我送米了 我再给你拿些来 四叔 你自己留着 我这么大一个人 有手有脚的 你还怕我饿死不成 你别吃 这些东西都是给紫横的 想吃 你自己争取 眼下已经是十月份 去年的腊肉流到现在 实属不易 他平日里舍不得吃 今天给侄子侄孙送来的腊肉 虽说只有半斤左右 但这却是他最后一块腊肉 紫横 这腊肉可好吃嘛 晚上让爸爸把它切成薄片 等饭差不多煮好了 就把肉片放到米饭里焖一下 可好吃了 紫横哪里懂这些 他这话不过是说给我听的 四叔 我知道了 四叔没搭理我 站起身 逗弄了一下 侄孙女就走了 看着四叔弯曲的后背 心中很不适滋味 四叔 对不起 让你老操心了 四叔浑身一震 回头看着我骂道 没出息的东西 天塌了不成 天塌了还有个高的顶着 你才三十岁 路还长篮着 有功夫啊 在这说这些废话 怎么不想着做点有用的事 四叔看到我落魄至此 他恨老天爷不开眼 也恨自己无能 但凡两者有一样能成事 都可以照拂一下这一家三口 他唯一能做的 却只有从牙缝里 抠出一点米一点肉来接济他们 其他的 什么也做不了 爸爸 我想吃鸡蛋 好 今天中午 爸爸给你煮一个 等到晚上的时候就不能煮了 知道吗 一天只能吃一个鸡蛋 好的 爸爸 我听话的 吃过午饭 我把卢庆林家老宅的土砖搬过来 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给毛五蕾了四面半米高的土砖墙 虽说没什么遮风效果 但是可以起到遮挡作用 我又找了一些石头 把灶台也加宽了 改成了两个灶台 一个灶台烧水 一个灶台煮饭 爸爸这样子才有点点像家了 晚上吃了搬来这里的第一顿米饭 饭上边还铺了薄薄的一层腊肉 香气四溢 好香啊 爸爸 可以吃饭没有 我肚子饿了 我想吃饭了 吃吧吃吧 得到了我的允许 子恒开开心心的拿起竹筒吃饭 可他舍不得吃肉 他把自己竹筒里的肉片挑出来 等把香喷喷的米饭吃完了 才开开心心的吃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块肉 他把肉吃了一半后 剩下一半没吃 留在竹筒里 爸爸 我不吃了 留给你吃 吃多点 你吃饱没有 没吃饱 爸爸再给你弄点饭好不好 不好 我吃饱了 肉你也不吃了吗 你要是不吃的话 爸爸就吃掉了 嗯 留给你吃的 我不吃了 子恒再次十分肯定地答道 完全不见半点留恋 说完便跑去逗妹妹了 我看他真下定决心不吃了 便把肉片放回了锅里 留给他明天吃 我身体现在有了超能力 吃点米饭就可以了 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需要大量一样 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早上起来时发现 昨晚留在锅里的肉片 居然不翼而飞了 连放在铝锅里的米饭 也被打翻在地 妈的 真的是乌肉偏锋连夜雨 好好的饭菜 居然就这么给糟蹋了 特么的 哪个混蛋搞得鬼 刚开始以为是人为的 但仔细一想 应该不至于 我才回村几天 不曾跟谁有过恩怨 看来是老鼠的杰作了 罢了 记住这次教训吗 下次一定要拿木板盖住 再用石头压着 子恒暂时吃四叔给的鸡蛋 但女儿的奶粉快吃完了 尿店也就还能顶两天 为了孩子 得赶紧搞钱 吃过早饭后 我带着两个孩子 去大哥家借手电筒 七号 你们怎么来了 清禾 准备好没有 赶紧去开车 早去早回 哎呦 七号来了 浩琪 你磨叽什么 你还去不去逛街 你快点行不行 好了好了 叔叔 我们要去镇上吃螺丝粉 你去吗 让你穿的衣服 你磨磨叽叽的干什么 这么大的人了 还什么事情都依赖我们 还什么都要靠我们 你个废物 只要不是蠢蛋 谁不明白大嫂指桑骂怀的话 这里并不欢迎我 我抱着女儿 拉着儿子转身走了 好险 差点又要给她带上 既然搬出去了 还想搬回来 没门 七号不是这样的人 说不定只是想借点东西 大嫂一个眼神杀过来 大哥立马闭嘴 这房子当年花了二十万 我帮忙掏了十五万 我心里始终惦念着小时候大哥对我的照顾 不想去争 争赢了也没意思 四叔 在家吗 哎呦 紫横啊 快来快来 紫横看到这脏兮兮的地面 都站着不敢动 四叔连忙拿起扫把打扫 四叔 还是我来吧 你帮我抱着孩子 四叔院子很乱 什么破烂玩意都有 沾满鸡石的纸皮 一袋袋未扎口的草木灰 哪怕是我体质得到了增强 也花了小半天功夫才打扫完 好了 忙活半天休息一下 我去猪点饭吃 炒两个鸡蛋 我跟着四叔进了房间 眼前一幕 再次让我震惊 房间里面比院子里还要脏乱 本以为我现在的生活条件已经够差了 没想到跟四叔这里一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先把煮饭的家伙逐一收拾干净 又把午饭做好 又花了一下午时间 才把四叔的房间收拾完 七号 把那只最大的母鸡抓了弄干净 今晚给子横加餐 四叔 这不好吧 他还能多下几个蛋呢 今天又不过节不过年的 没必要 子横 今晚咱们吃大鸡腿好不好 好 子横生怕硬晚了 四爷爷会改变主意 晚上炖了一大锅鸡汤 四叔称自己牙扣不好 就随便吃了两块肉 剩下的大部分都进了侄子侄孙的肚子里 从四叔家回来 天色已经有些昏烂 我把俩孩子洗干净安顿好 就到晚上八点了 女儿已经睡着了 可儿子还没睡 爸爸 你什么时候睡觉呀 子横 爸爸要去山里干活 你在家看着妹妹好不好 不好 我怕 他才五岁 要他一个人在七黑的晚上带着妹妹 本能的反应就是害怕 于是 不管我怎么哄他 他就是一句话 爸爸 我怕 子横 不怕的 爸爸不会走黑月 就在旁边 你看不到爸爸 想爸爸了 就大声喊爸爸 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 好不好 爸爸 我想跟你去 不行 子横听话 爸爸很快就会回来 如果爸爸不去干活 那咱们就没有钱 没有钱 就买不了玩具 买不了新衣服 也买不了肉吃 没有钱就买不了鸡蛋 也买不了鸡腿 就只能天天喝白粥 对吗 对啊 你想不想吃鸡蛋 想不想吃鸡腿 想 那就让爸爸去干活 你在家看着妹妹好不好 好 看到爸爸的背影 消失在黑暗中 子横再也忍不住 眼泪哗啦啦的往下流 可他仍旧紧闭着嘴巴 没有哭出声来 我在夜色中 大步朝山里走去 并不需要打开手电筒 因为视力已经得到强化 甚至我只要回头看向茅屋 就能看到儿子女儿 但我并没有回头 怕自己会心软 怕自己看到孩子脸上的泪水 而放弃进山 可今夜我必须进山去 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还卢庆龄的五万块钱 更是为了要让孩子们 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让我进到山里 来到一处水洼旁边 利用强化过的势力 到处搜寻目标 按照此方法 顺着山剑往里走去 两个小时后 就已经捕获十多个 这时忍不住宁神 朝茅草屋的方向看去 却看到了揪心的影 原本熟睡的女儿已经醒来 正在不停地哭 而子恒也是一边哭 一边安慰妹妹 宝宝 你别哭了 你不要哭了 爸爸 爸爸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快回来 见此情景 我以最快的速度 往回跑去 不怕 爸爸回来了 爸爸抓了好多石器回来 等明天卖了 怎么就有钱了 爸爸 刚才我一直哭 一直哭 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爸爸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不哭了 赶紧躺床上去睡吧 两个小家伙都哭累了 我安慰一番后 很快就沉沉睡去 清早醒来 早早吃过早饭 便提着昨晚抓的石器 往大哥家走去 石器要拿去镇上卖掉 所以得去跟大哥借车 七号 这么早啊 准备去哪里 大嫂见到我没说话 转身就把房子大门锁了 大哥 我昨晚抓了点石器 石器 七号 你怎么抓了这么多石器 能吃好多顿了 今晚咱们弄个石器火锅怎么样 石器火锅 太腥了 不好吃 要吃就是干锅石器 那才是最香的 这么多石器呢 干锅来一个 火锅也来一个 也是 你去山里挖点山药回来 顺便挖点野山浆 这山药跟石蛙一起火锅 野山浆就跟石蛙干锅 哦对了 再顺便挖两个冬笋 冬笋还没冒出来 太难挖了 我就挖点山羊 再挖点野山浆 哎呀 随便你 紫横 咱们先吃个苹果 等好奇哥哥放学回来了 让哥哥带你去玩 他两口子一人一句 说得紫横都流口水了 我站在一旁 根本就插不进话 大哥大嫂 这个石器不是用来吃的 我打算拿到镇上去卖掉 什么 你说这些石器不是拿来吃的 你要拿去镇上卖钱 七号 不是我说你 这些石器能换几个钱 还不如拿来自己吃呢 反正别人买来也是吃 还不如咱们自己吃 是啊 别人都舍得花钱买来吃 咱们自己抓的更要舍得吃才对 反正卖了换成钱也是花掉 还不如煮了吃 至少能解解馋呢 可不是解馋嘛 这野生的东西 能卖两百块钱一斤 他可舍不得买 但是又想吃 如果大哥大嫂想吃的话 等以后我的生骨条件好一点了 可以多抓一些大家一起吃 但现在我住的地方连盏灯都没有 想必大哥大嫂不会那么狠心 把我唯一能换钱的东西都给吃了吧 我带着两个孩子不好走路去 所以想跟大哥借个车开车去 借车 为什么要借车 走去外头路口坐大巴车不行吗 我可是听说车子不能随便外借的 不然出了事故谁负责 没错 七号不是我不想借给你 你说万一碰到别人 那可怎么办 要不你走到外头路口去搭个车 就应该这样 反正也不远 就三四个公里 走过八小时就到了 然后拿三块钱坐车就能到镇上 三四公米的山路还就不远 还带着两个孩子怎么走 大哥 今天你必须把车借给我 你想一想 我带着两个孩子 从这里走去外头路口 三公米多的山路 如果让村里人看到 他们会怎么议论你 哎呀 我又没说不借给你 就是想让你小心一点 小汽车没油了 要借叫摩托车 哦 对对对 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 开小汽车还闷一些 不如开摩托车舒服 摩托车还有一点油 这是钥匙给你 谢谢 谢什么 两兄弟不说谢字 我去干活了 我把女儿绑在背上 子恒站在踏板上 油门一扭 轰轰轰的出了院子 往镇上拾去 老板 你这里还收过石鸡吗 收的 你有多少 多少钱一斤 两百 老板 你看一下 都在这里了 这么多 老板也是头一次一次性 从一个人身上 收到这么多大石鸡 不仅仅是多 而且每一只的个头 都非常大 谭老板 春贵来了 昨晚又进山抓石鸡了 是啊 抓了几次 七号 真是你啊 刚才我还以为看错了呢 春贵叔 这么强啊 七号 你也是来卖石鸡的 对 我没有多说什么 村里人都知道 欧春贵是一个很典型的小人 我不想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 有太多交集 原来你们认识啊 你们是一个村的吗 对 我们一个村的 欧春贵自来书的上前 扒开我的袋 往里看去 七号 你怎么抓了这么多石鸡 在哪抓的 这是山里 来 我看一下你的石鸡有几斤 五斤三两 两百一斤 那就是一千零六十块钱 那么的 七号运气这么好 居然一次性抓这么多石鸡 还是说 他是几次凑一起 才抓这么多的 欧春贵满心疑惑 等我拿钱走人后 就跟谭老板议论起来 谭老板 你说他的这些石鸡 是不是几天凑一处 才这么多的 不然一个晚上 怎么可能抓这么多 看这些石鸡的精神程度 应该都是昨晚抓到的 隔几天的看起来 没这么精神 我经常往三里跑 还从来没思过 一次性抓这么多 此时 欧春贵眼珠子 开始转溜起来 不知又在打着什么坏主意 我揣着凭借自身超能力 赚到的第一笔钱 来到母婴店 老板 要奶粉还是尿不湿 说完便上下打量一番 看到我身上衣服满是污垢 女老板便只向 底层的一罐奶粉介绍道 你看这个怎么样 只要一百来块钱 还有那个尿不湿也是 一百块钱一箱 按现在这个条件 本想给女儿买些便宜一点的 又担心女儿用不习惯 不用嘛 就把我拿贵的吧 奶粉跟尿不湿都要 老板娘这回是看走眼了 不过想想也合理 哪个父母不是把好的都给了孩子 宁愿自己苦点 老板 一共五百七 东西都给装好了 另外送你一个 婴儿吃腐食用的 硅胶碗跟硅胶勺子 好的 谢谢 从母婴店离开后 又去买了眼下必须要用到 且价格不贵的日用品 比如给手机充电的太阳能灯 保温壶 手电筒 鸡蛋 猪肉 牙膏牙刷 纸巾等等 这个灯花了三百多 不过有了它以后会方便很多 至少小孩到了晚上不会那么害怕 大哥大嫂我回来了 车子给你们停好了 油也给加满了 这么快就回来了 卖了多少钱 刚刚一千块钱 我并未隐瞒 甚至希望通过 让大哥看到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而缓和两兄弟的关系 希望大哥能强硬起来 不要因为是个气管炎 就不认清兄弟 可大哥听到屋里大嫂咳嗽两声后 便把那句吃午饭没有 没吃一起吃点 给生生咽了回去 我看子恒也饿了 就不在大哥门口停留 带着两个孩子回家去了 还不快点吃饭 看什么看 你再看 他也不会把买回来的那些东西分你一点 真是个白眼狼 卖石蛙赚了那么多钱 居然连两斤水果都舍不得得怎么买 明天他要是再来借车 不许借借他 也要是敢借借他 我跟你没完 当初买小车的时候 他给了五万块钱 要是不借给他 五万块钱怎么了 五万块钱很多吗 我告诉你 你要是心疼他 你就跟他回去老宅一起生活 我绝对不拦着你 回到家里给女儿换了尿电 又做了午饭给子恒吃 便带着子恒去四叔家借厕所 刚到院门口 就听到隔壁院子卢庆林家里传来一个声音 我早上去卖石蛙 碰到七号了 他居然抓了五斤鸡 他抓了五斤鸡 卖了整整一千来块钱呢 你的钱他还了没有 他在村子里没有房子也没有工作 哪天脑子一热 带着孩子跑路 就啥都要不到了 听完欧春贵的一顿唆使后 本就没啥主见的卢庆林着急的不行 跟老婆商量一番 就赶紧跑来讨债了 清风 听说你今天去镇上卖石鸡了 还卖了一千多块钱 庆林叔 你是有千里一眼还是顺风啊 怎么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 谁跟你说的 你别管谁说的 既然你已经有一千块钱 那就先还我一千块钱 庆林叔 实在不好意思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可我今天卖石鸡 总共就得千八块钱 我都拿来置办东西了 置办东西了 你特么居然拿我的钱置办东西 庆林叔 你看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小的才半岁 我就给我女儿买了一罐奶子 一箱尿不湿 另外又买了点别的必需品 卖石鸡的钱 已经花得一分不剩 不过你放心 等我攒够了钱 一定立马还给你 我之前说过三个月内还清 就一定会在三个月内还清 庆林有些不悦地皱起眉头 但也不好说什么 毕竟我确实带着两个孩子 总不能不让人家给孩子买奶粉尿 不是这些必需品吧 人可以不讲情面 但不能不讲良心 哎 那 那这次就算了吧 等下次 你卖了时机 记得 先还我一部分 不然谁知道 你哪天会不会跑路 说完看见毛屋上挂着一盏太阳能灯 眼睛一亮 立马上前取下了太阳能灯 庆林叔 你这是 今天先不要你还钱 但是这灯我要拿走 就当是利息 庆林叔 你别这样 你看我带两个孩子 晚上没有灯真的很不方便 没有灯 不是还有火吗 如庆林拿着灯 撂下一句话就走 我也是很无奈 还钱这件事必须主动一点 绝不能让欧春贵一类小人找到机会 唆使如庆林 爸爸 我们没有灯了吗 没事 没有灯 咱还有火 不怕 等天黑的时候 爸爸烧两个火堆 肯定比灯还亮 好不好 吃过晚饭 我便开始寻寻善诱的开导子恒 子恒 等一下你就在家看着妹妹 爸爸还要去生理干活 好不好 不好 我怕 不怕 爸爸会像昨天晚上一样 很快就回来了 你们是想吃肉吗 想吃肉 那就要让爸爸去干活 不干活哪来的钱 没有钱怎么买肉 那我喊你 你就会回来的 对吗 对啊 只要你一喊爸爸 爸爸很快就会回来 但是 你不能爸爸刚走就喊爸爸知道吗 你先睡一觉 等你睡醒了 爸爸说不定就已经回来了 费了好长时间 等儿子睡着了 我才往山里走去 今晚同样抓了十多只食鸡 而且都是挑大只的抓 那些小个的 不妨让他们再长一长 当拎着食鸡回来 两个孩子都在安静地睡觉 早饭后 我带着孩子再次来到大哥家里借车 还要借车 你们又要去镇上 对 我昨晚抓了点食鸡 准备拿去镇上卖 这样啊 那就麻烦了 摩托车我今天要骑 准备进山去挖红薯 骑个摩托车就方便些 既然这样 大嫂 那要不 你把小汽车借给我吧 行吧 那我帮你拿钥匙出来 谢谢大嫂 昨天不是好说歹说 最后才借的摩托车吗 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 小心点 放心吧大嫂 我把儿子和女儿安排在后排 可折腾半天 车子打不着火 大嫂 车子发动不了 怎么回事 这样吗我不知道啊 这个恐怕要等你大哥回来才清楚 我对车子不了解呢 此时大嫂眼睛里 不经意间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笑意来 原来她从始至终 就没想过要把车子借给我 没事大嫂 车子开不了 我走路去也行 我抱着女儿重新背回背上 然后拉着儿子 拎起蛇皮带走了 车子坏了借不了关我什么事 爱走你就走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故意拿的坏药是出来的 只要我不说谁会知道 我带着孩子 顶着逐渐炎热的秋日 走在村道上 走了不到一公里 子恒便走不动了 爸爸 我走不动了 我本可以把子恒抱起来一起走 但是想锻炼一下儿子 来 爸爸抱你 子恒看到爸爸后背上的妹妹 便开始动妹妹笑 嘿嘿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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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生活真的很苦 但这是从外人的角度看 我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苦的 当然该努力还是要努力 凤哥 唐兴 七哥 上车 你小子不错 年纪轻轻就买了车 我爸妈帮我买的 我带着子恒和女儿坐了上去 唐兴便发动了车 七哥 你这是准备去哪里 我去镇上 那真是巧了 我也去镇上 你去买东西吗 我回来几天了 但一直没到处瞎打听 关于村里的消息 不是很了解目前村里的情况 我在乡政府上班 我等一下中午十二点下班 到时候你要是等得及 就等一下午 我还可以载你们回来 那太麻烦了 我走路回来就行 你忙你的 不要管我 七哥 这说的什么话 咱俩别说麻烦 以前都是你带着我去上学 放学了也是你带着我回来 这份情我一直记着的 一路上 两人不断地说着小时候的去世 很快到了镇上 唐兴加了我微信 并再三叮嘱等他下班一起回去 我下车后 直接来到盘老板店里 一进去就看到欧春贵也在 七号 这么巧 又碰到你了 春贵叔 巧啊 盘老板 你车一下看看多少斤 亮仔 可以啊 昨天再搞了十几只石蛙了 今天又有十几只 你这运气也太好啊 欧春贵文言 凑过去看了一眼 立马眼馋的不行 噢 可么的 这小子居然运气怎么这么好 前天晚上抓十几只石鸡 昨天晚上又抓十几只 七号 你运气这么好 今晚带我一起进山行不行 让我也尝尝 一天抓十多只石鸡 是啥滋味 春贵叔 你太不开玩笑了 我不过是走了狗屎运 碰巧而已 运气经验 我连你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你别给我戴高帽了 我要是真有你说的这么厉害 昨晚上我也不会就抓了两只石鸡 才一百多块钱 一百多也不少了 每天一百多 一年这好几万了 反正我不拒绝你 也不答应你 如果换做其他人 说不定我念在同村一场的份上 真的会带着一起去 可这个欧春贵不行 欧春贵见我一直顾左右而言他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等潘老板把石挖过了秤 给了钱 我就带着两孩子离开了 今天的钱比昨日多些 有一千二百来块 留下一千还给卢庆龄 剩下二百 可以再置办一点东西 于是我决定带着孩子 一起去理个发 老板买点竹笋布 这冬笋怎么卖 十块钱一斤 太贵了 下次了 理完发 再去超市买了一些东西 时间也快到十二点了 唐欣这时打来了电话 喂 齐哥 我在政府门口这里 你在哪里啊 我去接你 不用不用 我马上到 好啊 到了政府门口 见唐欣在车旁等候 唐欣 走 请你吃个粉 赶紧上车 回去再吃 太麻烦你了 说请你吃个粉 你又不去 齐哥 你说这种话 就是看不起我唐欣 咱俩的关系 还搞这种虚核八脑的没意思 总之一句话 你是我哥 我永远是那个 跟在你屁股后头的唐欣 这个事也改变不了 回到村里 唐欣本想直接开车送我到家 但我自己还有事 便在村头下了车 往卢庆林家里走去 庆林叔 在家吗 谁啊 这家伙怎么来了 庆林叔 给你 今天我去镇上卖了十几 先喊你一千元 卢庆林一看到 红彤彤的钞票 眼睛顿时发亮 哎呦 你小子可以啊 又赚了一千 厉害 现在喊你一千 那就还剩下四万九千 行 如庆林一张一张数着钱 头都没抬一下 喜好哥 请屋坐一下吧 我看了好一会儿 才认出他 小月 我记得上一次见你 你还在读书呢 我初中毕业就不读书了 不上也没关系 你看我不也没上吗 不过 你就不要学我了 一千块 一千块 还欠四万九 抓紧点时间还啊 好的 小月 没念大学真的没什么 你看你家这院子 弄得这么漂亮 肯定是你弄的吧 你这手艺 都快赶上那些 大学毕业的园艺师了 且 就他 把院子弄得乱七八糟的 难看死了 爸爸 我想回家了 人家肚子好饿 也好困 秦林叔 那我先回去了 小月 真的很漂亮 别听你爸的 带着孩子 刚走出院子没多远 身后又传来了 小月的声音 七号哥 等一下 这个给回你 我爸这个人 其实心眼不坏 就是没什么主见 容易受人 唆使百步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小事刚 给你 小月 你把灯还给我 你爸怎么说 这肯定是他擅作主张 把灯还回来的 说不定小月待会儿 回去会挨骂 毕竟他老妈黄明秀 也不是什么善差 没事 你别担心 我爸不会骂我的 走了 谢谢 小月 你搞什么名堂 咱们把灯 给七号送回去了 爸 既然七号哥 把钱送来了 那把灯还给他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说吧 目光切切地 看向镇屋门口 看到黄明秀的身影 吓了一跳 我回到家里 我把太阳能灯 重新挂了起来 爸爸 我可以喝牛奶吗 喝吧喝吧 但是不要喝完 留一点晚上再喝 知道吗 知道了 我不是让你留一点晚上喝吗 怎么一下子就喝光了 紫横咧开嘴 心满意足地笑了笑 然后蹦蹦跳跳地 跑去找床上的妹妹玩 而村头那里 村民们正在议论着 今天发生的事 听说七号今天早上 背着他女儿 拉着他儿子 走路出去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都看到了 但是我骑摩托车的 还载了人 没办法载他们了 哎呦 这都什么年头了 还让那么小的孩子 走那么远的路 重点是还背着个 那么小的孩子呢 太可怜了 我听说他去问他大哥借车 他大哥没借给他 我也听说了 今天七号去借车的时候 他大哥不在 只有他大嫂在家 清河在家也没用 那么窝囊的一个人 什么都听他老婆的 当初李清河建房的时候 七号给了15万 这是大家都知道 他买车的时候 也给了5万 现在房子不挤住 借个车也不借 这主人太没良心了 确实没良心 有良心就不会 连自己的亲四叔 都不管不顾 他四叔怎么了 他四叔上次摔倒了 让李清河送去医院 结果李清河听他老婆的话 说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四叔 要把其他人一起喊来 一起送才肯去 不然就不去 天呐 怎么什么人都有 我记得他们兄弟俩 小时候经常去 他四叔家吃饭的 他四叔杀之机 都会喊他们俩 兄弟一起去吃 是啊 他四叔没用是没用 但对他们兄弟俩 是真没话说 四叔下午出门六弯时 才在村子里的大榕树下 听到村民们议论的内容 顿时怒火滔天地 往大哥家走去 他用方踹开了 大哥家的运动 四爷爷 你来了 带着孩子找大嫂借车被拒绝 四叔得之后 一拒之下 踹飞了大榜 四叔看到笑嘻嘻的侄孙 刚刚还滔天怒火 顿时就削了大半 你爸妈呢 在里面呢 爸爸 妈妈 四爷爷来了 四叔你来了 哼 我要是不来 还不知道你做的好事呢 原计划是一脚踹开大门 然后抬手一巴掌山飞大哥 可没想到漏算了侄孙好奇 哇 四叔你这是怎么了 谁惹你了 大嫂坐在里屋沙发上 竖起耳朵 仔细听外面的动静 怎么了 清禾 我问你 你爸走的时候说的话 你还记得吗 爸走的时候跟我说 他最放心不下我 要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能跟七号闹别扭 这样七号就一定会招服我 既然你记得 那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清禾 你爸妈走得早 如今这世界上除了好奇 你就只剩下七号 这么一个血脉相连的兄弟了呀 清禾啊清禾 牲畜都知道互相照应呢 你怎么能狠下心来 看着你的亲弟弟他遭罪 还无动于衷呢 四叔 今天早上我不在家 我不知道 我说的不仅仅是今天早上 清禾啊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 你就不该把事情做得这么直 四叔 李清禾顿时语色 无言以对 四叔白白手叹息着转身离去 嘿 姨老卖了 真以为自己很了不得事的 居然还跑来咱们家说见 老东西太不知好歹了 你怎么这么说四叔 孩子都在这里呢 你这样说让孩子怎么想 什么怎么想 你什么意思 我说错了不成 本来咱们家的日子就不好过 他还想要咱们帮衬七号那个窝囊费 我告诉你李清禾 你要是敢把家里的东西偷偷拿给你弟 我就跟你离婚 我 我哪有这么做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你不发话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算你识相 大嫂打开手机 看了一下群里的消息 脸色十分难看 这些王八蛋 老娘还在群里呢 居然这么明目张胆地说老娘坏话 看我不骂死你们 晚上我在给女儿喂奶粉 同时利用自己的超强视野 看一下周围的山间 有没有大哥的呱呱 结果却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影子 特么 七号怎么还不进山 我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只要他一进山 我就尾随其后 我倒要看看 他究竟是如何 每个晚上都抓十几只呱呱的 只要我学会了 到时候日入千元的 可就是自己的吧 想到这里 欧春贵强打精神 揉了揉眼睛 继续盯着 我看清藏在黑暗中的人影后 决定今晚休息一晚 不进山了 女儿喝了半个小时 奶粉还剩一半没喝完 子恒 这里还有一点奶粉 你喝吗 喝 爸爸 这个是谁喝过的 妹妹喝过的 那我可以喝吗 可以 有鼻涕吗 没有 有口水吗 没有 那我喝了 喝吧 可以喝完吗 可以 有毒吗 没有 宝宝他还喝吗 不喝了不喝了 你到底喝不喝 喝你就喝 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有口水吗 不喝的话就给回我 子恒拿着奶瓶 一边跑一边笑 跑远后 仰起头咕咚咕咚 将甜甜的奶粉一饮而尽 而此时的欧春贵 却想骂人了 这特么都九点钟了 怎么还不进山 七号这个王八蛋 莫不是发现我了 他是摸着黑来的 手电筒都没开过 为此还差点摔合理 好不容易摸到这里来 一直潜伏着 根本没发过任何声音 他觉得不可能被发现 一个多小时都等了 现在放弃那不是前功尽弃了 我就不信他不进山 欧春贵打了个喷嚏 身子一歪 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爸 我 我特么居然睡着了 欧春贵大惊失色 急忙坐起身 打开手机一看 卧槽 居然半夜两点钟了 欧春贵本想从我那偷师发财 却不想偷鸡不成反十八米 半夜被动的浑身发抖 回去后就感冒发热 一早就跑到外头村子的小镇所里掉水了 莉娟多少钱 不多 也就三百多块钱 咱都是自己人 你给三百就行了 你嘛 感冒发个烧 你给我挣这么多钱 那要是严重一点呢 岂不是要倾家荡产 都怪七号这个混蛋 居然没进山 早知道守到九点钟就不守了 欧春贵差点没吐血 可他不敢找一声麻烦 却将这份窝囊气转到我身上 不知以后又会是什么坏了 爸爸 今天还去买肉肉吗 今天不去了 为什么不去 我想去买猪肉 不去买肉 那我们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还真是把我问住了 昨晚被欧春贵这一捣乱 等于我今天就没有收入了 我环视一圈周围的山脉后 最终将目光落在了对面山脚的一层竹子上 对啊 现在冬森已经可以开挖了 我前两天问了戴科的冬森 居然要十块钱一斤呢 说干就干 我把需要带上的东西 全部装入蛇皮袋中 打算中午就在山里吃饭 杂七杂八的 足足装了大半袋 子恒听说要带上 他跟妹妹一起进山去干活 也是镜头十足的走在了前面 爸爸 这个是什么 白花 鬼真草 这个呢 寂寞 那这个呢 枫树 一路上就这么一问一答 没多久功夫就来到了竹林边上 我把蛇皮袋剪开 扑在一处平坦的地面上 把女儿放在上面 我宁神利用超强势力 探知竹笋的位置后 就直接开挖 一个上午的时间 就挖了好几十斤 女儿则看着哥哥 用棍子在地上画画 时不时的被哥哥逗着 哈哈大笑 我没过去打扰他们两个 拎起铝锅 开始准备中午的午饭 切片的猪肉铺在米饭上 等饭熟了 子恒便端起米饭的香香的吃了起来 不知是山里煮的肉片米饭好吃 还是孩子太饿 子恒居然吃了两碗米饭后还要吃 爸爸 再给我来一碗 我看了看见底的铝锅 爸爸不吃了 给你吃 不好 爸爸你吃 乖 爸爸吃不了那么多 咱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好 午饭后稍作休息 我给女儿喂饱奶 换了尿电 又哄得小丫头睡着后 便开始继续挖竹笋 子恒乖乖坐在蛇皮带的边缘 用小木棍继续在地面上乱画 爸爸 爸爸 虫子 虫子 他指着妹妹下巴处 一条黑色多角虫 满脸惊慌 妹妹被他的叫声吓醒 然后张大嘴巴哭了起来 子恒更急了 大声地喊着爸爸不停地后退 爸爸 爸爸 他怕急了虫子 可眼看着虫子就要往妹妹的嘴巴爬去 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浑身发抖地扑过去 一把抓住那只黑色大虫子往外一扔 然后抱着妹妹一起大哭起来 我赶过来一把抱起两个孩子 听着儿女的哭声 我心都要碎了 不怕不怕 爸爸在这里呢 爸爸 好痛 手手好痛 子恒 爸爸给你揉一揉好不好 忽然 我看到儿子掌心上的红包 居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 就这么几秒钟的时间 手上的红肿的肉包 被咬伤的伤口 已完全消失了 或许 这就是儿子获得的金手指 超强自愈力吧 是不是不疼了 嗯 那就好 好孩子 爸爸谢谢你这么勇敢地保护妹妹 爸爸 我刚才把那个虫子 一下子就扔掉了 我都没有害怕 好样的 子恒 你还能帮爸爸看着妹妹吗 可以 我会看着妹妹的 放下女儿后 又叮嘱了一番儿子 便继续去挖冬笋 一天下来竟挖了一百多斤 我把女儿放到背后 挑起两大袋竹笋 再拉着儿子往家里赶去 晚饭后 我又开始给儿子做思想工作 准备进山去抓呱呱 子恒 你在家看着妹妹 爸爸还要进山去干活 知道吗 我不要 听爸爸的话 在家看着妹妹 爸爸进山去干活 不然的话 以后爸爸拿什么给你买肉吃 不要不要不要 今晚的子恒格外不听话 拉着我的手裤的稀里哗啦的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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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恒 你都这么大了 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已经会干活了 你能不能听话一点 我不要 我不要 爸爸你不要进山 你想挨打是不是 不要 我不要打 不许哭 我不哭了 那爸爸可以进山干活没有 可以了 那你能看着妹妹没有 可以 当我看到儿子后退的那一刹那 就已经后悔了 后悔自己不该那么大声训斥儿子 后悔自己不该用暴力恐吓儿子 但开工没有回头见 今晚必须要进山去抓呱呱 眼下正是缺钱缺的厉害的时候 不仅住的茅草棚 还背了五万块钱的欠债 生意失败后 住进了茅草棚 却能每晚进山满载而归 今晚我很心抛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 好在进山后收获还不错 大概抓了有六斤多呱呱 回来看到原本哭闹的儿子也已经睡着了 我心里也是宽危险 然而刚准备躺下就发现不对劲了 子恒身上怎么这么烫 子恒 儿子 快醒醒 子恒朦朦胧胧的将眼睛睁开半条缝隙 原本洁白无瑕的眼白已经通红一片 突然看到脑袋上的就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难道是子恒的金手指 自我修复 却可不得了 没一会子恒悠悠醒了过来 爸爸 我刚才多没有哭 宝宝也没有哭 好孩子 爸爸以后再也不那么大声跟你说话了 好不好 哦 爸爸 宝宝哭了 你快抱他 好 刚才大声叫儿子把他吵醒了 那么久没有去抱起他 没想着小丫头脾气这么大 我抱着他在茅屋前来回走 足足哄了半个小时才安静地睡去 在我专心哄女儿的时候 在茅屋对面的东山山腰位置 一双幽绿的眼睛正静悄悄地盯着茅屋的方向看 白天挖了一百多斤冬笋 晚上又抓了五六斤呱呱 天刚亮我就给唐欣发了个信息 唐欣 早上几点去上班 去的时候告知我一声 我坐你的顺风车去 七哥 我现在已经到半路了 我马上调号回去接你 这才几点 这家伙未免也太早了吧 刚吃完早饭 唐欣的车子便到了 七哥 你牛啊 居然可以住在这样的地方 不是兄弟 我说话不好听啊 我家狗子的狗窝 都是用红砖水泥器的 我还用钢筋水泥 给他浇住了一个小楼顶 正好可以放个空调外机 我丢了小半袋冬笋到唐欣怀里 去你的 别拿我跟你家的狗子笔 哎呀 冬笋 七哥 你怎么有冬笋 我昨天挖的 打算今天带去镇上卖两 看到我又提了两袋冬笋到车上后 唐欣的眼珠子差点没掉地上 我去 这么多 七哥你一边照看孩子 一边挖冬笋 不然呢 那十来斤冬笋你拿回家去 不行 你拿去卖 这玩意已经能卖十块钱的 这里至少能卖一百了 给你你就拿着 七哥这些干什么 说完我就抱七女儿 拉着儿子上了车 七哥对我这么好 我加倍对七哥好就行了 这么一想 唐欣才安心地上车 往镇上驶去 车上唐欣说起 村中微信群的事 七哥 以后你不用去跟你哥借车 我这个车 你想开就开 反正我家里还有摩托车 你要开车 就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把车留给你 我自己开摩托车去上班 好 你刚才说村子的好几个微信群里 都在说 我哥没把车系给我一事 是啊 你肯定早就料到会这样啊 对不对 我只是希望我哥能强硬一点 作为一个大男人 被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 可不是什么好事 重点是我大嫂也不是什么好女人 但凡她做人做事过得去 我都懒得说她 可眼下在我看来 她做人做事真的有点差劲 只怕以后 我哥会被她搞得重判亲离 七哥 我跟你说点不好听的话 这个廖贵方真的很差劲 当初你四叔晕倒了 她都不许你哥送去医院 平时更是不许你哥 给你四叔任何接近 以前觉得她还挺憨厚的 我记得我儿子出生的时候 她跟着我哥来了我家里 那时候她总是笑隐隐的 看起来很亲和 七哥 你打算在哪里摆卖 菜市场里面吧 我看还是别去菜市场里头了 今天不是赶集日 菜市场没什么人 还是在路边摆卖比较好 这样过往的车辆席人 都能看到你的主损 路边给摆卖吗 好像不给 不过没关系 那个卖摩托车的老板 是我初中同学 我去跟他说一声 你就在他家门口摆了 只要不摆到路上 没人管的 那是不是太麻烦人家了 不麻烦 今天又不是赶集日 说后 唐欣就朝前面十多米远的商铺走去 七哥 我同学说没关系 咱把竹笋搬过去就行 唐欣帮我抱着女儿 我直接一手一包竹笋 拎起来跟了上去 老板 真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了 哎 七哥 你干什么 这是我同学 不用来这一趟 你把竹笋留着卖 对啊 真不用这样 你要摆门口就摆 我是看唐欣的面子 刚才唐欣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了 毛小王不好意思收我的东西 林林 走了 有空陪小王去我家吃饭 好 唐欣怎么回事 明知道咱们的摩托车要推出门口摆放 还带人来咱们门口卖东西 他怎么想的 小王同意我在他店门口卖东粉 没想他老婆却发起了牢骚 哎呀 你别计较这么多 今天不是赶即日 没什么人 少摆几辆车出去 有什么关系 这是少摆几辆车的问题吗 这是人责问题 今天开了这个行李 那下次有亲戚和同学的 都来找咱们行个方便 那时 答应还是不答应吗 我懒得跟你说这些 我见马路上没什么行人 便跟毛小旺打个招呼 先去把昨晚上抓的呱呱给卖掉 盘正明愣愣地看着袋子里的呱呱 有些吃惊 他干这行已经几十年了 从来没见过有哪个人的运气 能好到这种程度 一次比一次多 太离谱了 要不是石蛙的养殖技术 还没被攻破 我都怀疑是不是拿了养殖的石蛙来卖 今天呱呱卖了一千两百多块钱 收到钱后 我就去附近买了一把老式勾成跟塑料袋 便回到毛小旺的店铺 到了十点钟的时候 竹笋已经卖出去二十百斤 这时一辆大卡车在店铺门口停下 一个女人走了过来 毛老板 货到了 今天怎么是你送货 你老公呢 我老公前几天伤了手 没办法开车 也搬不了货 我来也一样 摩托车可不行 一辆好几百斤呢 你行不行啊 毛老板 你别总问我行不行 你先想想你行不行 我们家小旺行不行 也不用跟你说吧 你就说 这摩托车你一个人怎么搬下来 我一个人搬 你们帮着一起搬呗 赶紧了 卸完你们这家 我还得去下一家呢 你在下边看着就行 我上去搬 行不行啊 要不我也上去一起吧 三个人的力气 总比两个人的大 万一碰到你怎么搬 没事 不用担心 毛小旺看了看 老婆威龙的肚子安慰道 老板娘 你坐下帮我抱着女儿 我来帮你们抬摩托车 这怎么行 有什么不行的 毛小旺跟女司机 正在合力抬一辆摩托车 毛老板 你这是真的不行啊 是说的 他咬紧牙根 拼尽全力一抬 是 摩托车没抬起来 裤裆开了 毛老板 别急 我又不是说你那里不行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我来吧 女司机忙止住笑声 准备再次抬摩托车 不用不用 你告诉我办哪些就行 帅哥 你开什么玩笑呀 这一架摩托车两百多斤呢 问题不大 可你长得挺帅 可没想到也是个爱吹牛的 我没说话 轻轻用力 便将摩托车拎了起 女司机瞪圆了眼睛 刚才还说人家吹牛呢 这打脸来得太快了 小朋友 我爸爸的力气是最大的 帅哥 你真行啊 两百多斤的摩托车 你居然这么轻松就搬下去了 七哥 没想到你力气这么大 小事 周围商户听闻此事后 纷纷跑来看热闹 没一会儿 大卡车周围就挤满了人 这是谁呀 力气怎么这么大 一个人居然也能搬得起 这么重的摩托车 这有什么 也就两百来斤 我也搬得起 别吹牛 人家不是搬得起 人家是连续搬了 差不多十辆摩托车 跟你把车稍稍搬离地面 五公分不是一回事 就是 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 这个帅哥太厉害了 怎么不去当运动员 可以去举重 说不定还能拿个金牌 哈哈 我长这么帅 比吴彦祖还帅 但为什么就是 没有人找我拍电影 等我把最后一辆摩托车 轻松搬完后 围观的群众 已经从一开始的震撼 变得麻木了 哇 力气这么大 谁要是嫁给他 就幸福死了 帅哥 你力气好大啊 能不能加你个微信 下次我店里送货 你帮我送 一趟一百块钱 那个 不好意思 我可能帮不了你 我还有两个孩子 要照顾呢 那还不简单 可以把孩子 交给你老婆照顾吗 其实这些天 我经常带着两个孩子 出现在街道上 已经引起不少 单身少妇的注意 他们的心思太不纯洁了 帅哥 加个微信 我家卖化肥的 坚持要送货 我一个女人家力气小 你帮我送呗 我按每包化肥 五块钱的提成给你 你一天要是送二十包 谁有一百块钱 帅哥 加个微信 我家不用送货 我就是单纯 想加你微信 加我的 我也加一个 我无奈只好掏出手机 打开微信 二维码让大家随意添加 围观的人群也凑个热闹 纷纷加我好友 最起码 改天发朋友圈 也可以跟人这么吹 我朋友 两三百斤的摩托车拎起来 就跟玩似的 七哥 太感谢你了 举手之劳而已 咱就当是互包互助 行 那我也不说太多感谢的话 咱今天中午喝两杯 七哥 孩子给回你 我去买点菜 不用不用 我待会儿回家再吃 七哥 别客气 今天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请你吃顿饭 不过分 七哥 以后 你但凡来街上摆卖东西 你就直接来我这里 不用问 你直接摆就行 对 七哥 咱们能认识也算是一场缘分 以后 咱们就是朋友了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也可以跟我们说 二位 什么也不说了 我先干为妻 来 七哥 尝尝这个烧鸭 味道很不错 可筷子悬在空中 好一会儿没落下去 只见那原本 装着半只烧鸭的盘子里 就剩下一个鸭屁股 天哪 子恒 你太能烧 太厉害了 孩子能吃才好啊 真希望将来我孩子出生了 也像子恒正能吃才好 子恒应该是昨晚的 自愈能力修复了就伤 消耗了不少能量 所以才会胃口这么大 饭后在毛小旺夫妇的帮忙宣传下 愣是在三点之前 把剩下的冬笋卖光了 今天卖呱呱和冬笋 一共两千多块钱 留下一千块钱 还给了一千年 我又置办一些 目前急需的生活用品后 便搭唐星的车子回家了 大哥大嫂 不知从哪得到了消息 竟找上门来 说那卖竹笋的钱 有他们的一半 听说你挖了毛竹林里的冬笋 是 我是挖了咱家竹林里的冬笋 见我爽快承认了 大哥反倒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大嫂连续使了两个眼色 他才犹犹豫豫地开口道 那既然这样 那你卖冬笋的钱 咱们兄弟两人就一人一半吧 原来大哥大嫂是想来分钱的呀 好办 我挖冬笋赚了一千 分你们五百行不行 行 当然行 就该这么办 既然这样 那就麻烦大哥大嫂 先把老宅置换耕地的钱分我一半 我听说 一栋老宅置换三万块钱 按理来说 有一万五块归我才对 七号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老宅在置换耕地 要把地种开才有钱的 这些年来 家里大大小小的田地 全是我们种开的 所以这钱归我们也是应当的 大嫂既然知道这个道理 那更该知道冬笋要花利己望 还要花时间去卖 才能换成钱的吧 这利己跟时间 都是我花的 难道钱不该归我吗 七号 你怎么不讲理 反正竹林是霸仲呢 这竹笋就得平分才对 你要是想继续挖 能卖了竹笋的钱 就得分我们一半 不然的话你就别挖 那我要是不听你的呢 七号 咱好歹是一家人 你别把事情做得太过分 这钱赚多赚少 都得凭良心赚 不能赚没良心的钱 太讽刺了 听到这话 从大嫂口中说出 只觉得无比讽刺 她怎么有脸说这种话 如果大嫂有良心的话 何不先把当初 我给你们盖房子 买车子的二十万还给我 两人一愣 再次对视一眼 你做人怎么这么差劲 那二十万 当初是你自愿给我们的 又不是我们管你借的 给输去的钱 怎么还有要回去的道理 反正我就是一句话 想要阻止我挖猪笋可以 先把二十万还给我 否则你们就闭嘴走人 我可不想浪费 太多口舌在这纠缠 等会还要进山挖冬笋 没想这句话 直接让大嫂报幕 你算了什么东西 既然敢这么对我们说话 我们可是你大哥大嫂 难怪你老婆跟人跑路 就你这样的人 活该倒霉 活该一无所有 活该戴绿帽子 活该你孩子 有点生没娘养 我气愤的冲过去 一巴掌把他扇飞 骂我什么都无所谓 但骂我孩子不行 七号你疯了 他是你嫂子 你要干什么 你还愣着干什么 你老婆挨打了 你给我打回去啊 大哥握着拳头 不知如何是好 一边是老婆 一边是亲弟 清禾 你个窝囊废 你要是不打他 咱们就离婚 李清禾闻言 脑袋瞬间空白发猛 愣愣的看着我 咬了咬牙 最终还是抡起拳头 往我身上踩 我身子一弯 大哥破了个空 顺势把他整个人 听起蹦了出去 大嫂满脸不敢置信 这是要反了天了 七号 你竟然敢打自己的哥嫂 他从地上挣扎爬起身 疯了似的叫骂子 挥我这爪子 朝我过来 我又是一巴掌 把他扇飞 没有什么技巧可言 平等就是你一打 大嫂这才面露畏惧地看着我 原本以为我不会是他们 夫妇二人的对手 我本不想这样 是你们逼我的 我可是你哥 我告诉你 你这么做是要遭天谴的 没错 七号 你竟然敢打你大哥大嫂 你迟早挨雷劈 滚 两人见状 从地上爬起身 骂骂咧咧地离去 走出了好远 又站定脚步 回过身来指着我一顿恶骂 我从地面捡起两颗小狮子 嗖的一声扔出去 打在了两人的嘴巴上 又是一阵喊叫 捂着鬼头也不回地跑了 子恒 你躲里头干什么 我 我怕大伯母打我 爸爸 你真厉害 子恒 你记住 咱们不主动去欺负别人 但是 如果别人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 就一定要反击回去 知道吗 子恒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知道了 被这么一闹 也没心思去挖竹笋了 我担心大哥大嫂会卷土重来 到时候茅草屋这没人 只怕会拿这里的东西撒气 果然 中午的时候 大哥大嫂又来了 这次把村长也叫了过来 村长 你来了 坐坐坐 村长见到我这简陋条件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七号啊 外面村围的厂子 有手工可以拿回家做 你带着孩子不方便去做其他事 可以做点手工活 一天也有个几十块钱 村长 你说这些带什么 我们是找你来主持公道的 不是让你来扶贫的 你这话说的 那我看到七号家这么困难 我帮他出点主意不应该吗 再说了 他好歹是你们的亲弟弟 你们不想着帮衬就算了 怎么我一个外人给他出出主意 你们的意见还这么大 村长 多谢你的好意 我现在挖点竹笋卖 再抓点咕咕什么的 日子也不是太难 那就好 村长每天都很忙 既要管理村子的大小事务 还要打理自家地里的填作物 要不是大嫂堵了他家门 他不得不过来调解 你家这个情况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申请一下 贫困户的名额 村长 还是把名额留给其他更需要的人吧 我眼下虽说是有点困难 但还没难到那的程度 要是我将来发家了 别人眼红了 只不定要拿贫困护医师来说实 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打人终究是不对的 不过 事情既然过去了 那就谁也不要再提了 亲兄弟哪有隔夜仇 你们说是不是 村长 他打了我们 怎么可以就这么算了 不然你还想怎样 赔钱 打了人就该赔钱 对 赔钱 打人赔钱 天经地义 可以 赔钱不是问题 就是不知道 你们想要我赔多少 一千块钱 赔我们一千块钱 这事就算完了 本来他想要一万的 但想到 我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就改口说要一千 很合理 一千就一千吧 七号 你让我先说几句啊 别这么急着大爷 没事 他们还欠我二十万呢 这一千块钱 就从那二十万里慢慢扣吧 七号 你胡说什么 什么二十万 谁欠你二十万了 七号 做人得讲良心 你可不能满嘴胡言 我是不是胡言 大家心里有数 实在不行 我手机银行里 还有转账记录 要不要拿给村长看一下 虽然很清楚 那二十万是要不回来的 但是用来吓一下 这两夫妇也不错 但大嫂还想混淆试听 不提二十万的事 就是要揪着我今天打人一事说事 你巴掌一千块钱 那我好像可以扇你两百掌是不是 大嫂本能地缩了缩脖子 骂了几句 就赶紧拉上李清河 微溜溜地跑了 嗨 什么东西 以为自己力气大就了不起是不是 你等着吧 迟早遭报应 村长又看了一圈茅草屋 见这里虽然简陋 但好像也没有太差劲 叮嘱我有困难就找他后 便回去了 爸爸 大伯母还会来吗 你怕他吗 嗯 不怕 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打他 我 我打不过 那就多吃点饭 多吃点饭就打得过了 下午我重搭了灶台 又把山上泉沿里的水引到了家门口 子恒看到干净的山泉水 特别兴奋 拿了硅胶碗来装水准备喝 子恒 这个水不能直接喝 得烧开了才能喝 你要是直接喝的话 肚子里会长虫子 你怕不怕 子恒想想 好像有点害怕 就把水倒掉 那爸爸 大伯母还会来吗 子恒莫名其妙地又问了一句 他不会来的 你不要怕他 那如果他来怎么办 他会抢走我们的房子吗 会把我们的东西抢走吗 不会 你放心 他要是敢来捣乱 爸爸就敢走他 哦 子恒小声地点点头 脸上却没有太多的安全感 他已经被赶过两次了 一次是城里房子被拍卖 还有一次就是刚回来 被从大伯家赶出来 现在好不容易安稳了 让他感觉不踏实 子恒 爸爸向你保证 今后再也没有人可以赶咱们走 好不好 大伯母也不行吗 对 就算是大伯母跟叔叔都不行 这里是咱们的家 谁也不能赶咱们走 脑海里第一次有了强烈的分家的想法 以前可以不在乎这一母三分地 但现在不行了 必须跟大哥分家 子恒的心里极度没有安全感 必须想办法消除一切隐患 本本计划第二天一早去挖冬笋的 但为了分家的事 就带着孩子们先去了二姑家里 七号 你来了 吃早饭没有 没吃就吃点 锅里煮了点粥 二姑 我吃过了 姑奶奶 怎么这么怕生 是不是你爸爸都不带你出去玩 二姑 我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啊 于是我就把自己想分家的想法说了一下 让二姑跟三叔四叔一起帮忙做个见证 七号 不是我不帮你 而是我也不懂这些啊 你们两兄弟的事 你们自己说开就行了 我们能干什么 而且我还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要做呢 家里两孩子还等着我送去学校呢 等一下回来我还要去地里挖红薯挖芋头 没想到二姑一口回绝了 我一时也搞不清楚二姑是不想汤浑水还是其他 从二姑家出来 我又去了三叔家 三叔也是以事情多为由拒绝了我的求助 我找到四叔 把要分家的事 以及在二姑三叔家的遭遇都说了一番 哎 七号啊 人就是这样 你有钱的时候吧 谁都会向着你 等你落魄了 再亲的亲戚也会不把你帮回事 嗯 所以啊 我觉得你现在分家并不是什么好事 你想一下 就算他们真愿意帮忙 那他们是否会站在你这边 他们会不会因为你大哥的条件好一些 就偏帮他拨一些呢 到时候 分到你手里的田地未必是好的 既然这样 还不如先强大自己 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 到时候你硬气 再去说分家的事 那谁还会偏帮你大哥 一番话瞬间把我点醒 现在自己一无所有 这个时候去跟大哥分家 吃亏的也还是自己 想清楚这些 我觉得先把分家的事情暂且放下 回到家里收拾一番后 就带着两个孩子进山挖竹笋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次挖竹笋比较顺利 子鹏和女儿在竹林里 虽然进山的时间有些晚 但挖到的冬笋并不比上一次少 黄昏的时候 就把一百多斤冬笋带回家了 晚上再去抓点咕咕 这样一来 明天上街一趟 公墨这也能挣不少钱了 把孩子们哄睡着后 我拿上蛇臂带手电筒就进山了 可刚走没多远 就察觉到不对劲 猛地回头一看 八蛋 忘记这个家伙了 这两天是多 把欧春贵给忘记了 上次他没蹲手到 没想今晚又来了 可是已经进山了 再掉头回去不合适 看你能不能跟得上 卧槽 太鸡贼了 来不及多想 为了不让到手的鸭子飞了 欧春贵只能提起一口气 追着我消失的方向跑去 刚跑了一小会 欧春贵就觉得自己的肺部 好像炸裂般疼痛 太难受了 只能停下来 大口喘地出气 我回头看见 成功甩掉了欧春贵 便心情愉悦地 开始抓呱呱 抓了两只呱呱后 一路顺着山剑往上走 没一会儿 又在一个水蛙旁边 找到了一只大呱呱 这时忽然钻出一个人 以极快的速度 往那呱呱扑 哈哈 我逮住了 哎 七号 巧啊 你看 我抓的这只呱呱 大不大 说着眼睛里流露出脚侠的光 哼 跟我斗 你还难了点 除非你抓呱呱 不用手电筒 否则只要有手电筒的光 你他妈就别想甩掉我 巧吗 你要是想在这里抓咕咕 那就让点你好了 别再跟着我 听到没有 可我一走 欧春贵立马跟了上来 七号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 什么叫我跟着你 这山不是你一个人的 这水也不是你一个人的 这些呱呱更是野生的 谁都可以抓 你说是不是 那你想怎样 你告诉我 你到底想怎样 不怎样啊 我这不是想着 两个人一起进山友伴吗 也能互相照应一下 不需要 别再跟着我 听到没有 欧春贵笑笑不应答 但不管我走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我走到水蛙旁边 他也跟着去 看到我的手电筒 照到呱呱了 他就率先扑过去 呱呱据为己有 一个小时下来 我总共才抓了两只呱呱 反倒是欧春贵 抓到了有史以来 最多的呱呱 居然有十来只 七号 你的运气怎么这么好 我就是跟在你旁边而已 居然也能抓这么多呱呱 嘿嘿 下次你在进山 一定要带上我啊 我连话都不想跟他说 转身就往山下走去 欧春贵虽没弄明白 我是怎么做到的 但只要能抓到呱呱就行 管他那么多干什么 七号 怎么这么快就下山了 再抓两小时嘛 你放心 再看到呱呱 我肯定不投你抢啊 听到他的声音都觉得恶心 我头也不回地加快脚步 没一会儿 就在下山的山道拐弯处 消失了身影 哈哈 发财了 发财了 他一边看一边数数 整整有十二只 就在他看得专注时 压根没注意到 脚边游来了一只可怕的东西 我每晚进山一小时 就能马虎而归 结果碰上了个无赖 把我的呱呱全抢走了 但报应也来得快 半夜就被送进了医院 第二天早上 我坐唐星送风车 去镇上海东村 七哥 昨晚上欧春贵跟着你一起 几身抓呱呱了 不是 是他死皮赖脸 跟在我后头 本来 我能抓十几只呱呱的 结果 就因为他捣乱 我才抓了两只呱呱 我说你不可能跟欧春贵这种人 搅活到一起才对 你这回可能惹上麻烦了 看到唐星说得神秘兮兮的 导得我反而一头雾水 什么叫我惹上麻烦了 明明是他给我找麻烦 你还不知道吗 欧春贵昨晚上在山里被蛇咬了 毒蛇 昨晚半夜就送医院去了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报应来得也太快了吧 昨晚上他抢我呱呱的时候 我还在想 这龟孙子 要是被毒蛇咬一口就爽吗 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 七哥 那欧春贵好像把自己被蛇咬的事情 快就到你头上了 虽然他没说是因为你才被咬的 可他到处跟人说你见死不救呢 特别是他老婆 在群里都叫人好几个小时了 现在估计全村有一半的人都知道 你见死不救这事了 欧春贵嘎的吗 唐星摇了摇头 既然没嘎 那我哪来的见死不救 一些村里人就是这样 喜欢恶人先告状 大嫂和欧春贵就是这样 明明我才是受害者 最后却因为坏人没能如愿 反而受伤了 我就反称了坏人 不用管他 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反正我为心无愧 到了镇上 唐星直接把车开到了 老同学毛小旺的店铺门口 七哥吃柿子 子恒一听到有吃的 立马朝柿子看去 子恒想吃吗 想吃 那你坐在这里看着竹笋 爸爸去洗一下手 然后帮你把柿子削皮好不好 好 我随即往后院走去 我刚走路边就走过来一个男子 小朋友 你这个竹笋怎么卖 面对陌生人的问话 子恒有些不知所措 最后学着爸爸的模样 竖起一根手指 十块钱一斤 这么贵 能不能便宜一点 这可把他问住了 他对一斤没有概念 对十块钱也没有概念 便宜是什么意思呢 贵又是什么意思 爸爸 爸爸 等一先 还没讯好 子恒又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他是坏人吗 他会不会把我抓走 男人故意逗去眼前的小男孩 能不能便宜一点啊 你要是能便宜一点 我就给你全要完了 行不行 我 我爸爸马上出来 爸爸 你快来 我将柿子削了皮出来 见冬笋前蹲着一个男子 先是一斤 然后后趴不已 如果真遇上人贩子 那还得了 老板 要竹笋吗 这些竹笋都很新鲜 全是没出土的笋呀 特别嫩 要来一点吗 怎么卖 十块钱一斤 有点贵啊 而且你这笋又带壳 又带泥的 老板 这些泥土可以拍掉的 但是笋壳不能去掉 如果去笋壳的话 就要十五块钱一斤 这样吧 你便宜 我给你全要了 啊 全要了 嗯 那些 老板 你要是把这些冬子全要了 那你给八块钱一斤就行 你看怎么样 男子点点头对这个价格很满意 他经常下乡搜罗各种好东西 很少碰上我这么爽快给价格 行 赶紧撑一下 然后帮我放到皮卡车上 好嘞 老板 一共是一百五十二斤 算你一百五十斤 您看行不 都没问题 见我爽快 男子也爽快 二话不说 就给我的微信扫过去一千二 收了钱 我就赶紧把竹笋 搬到男子的皮卡车上 直到我进去找薛玲玲抱回女儿 两人才惊绝 竹笋这么快就卖完了 对啊 今天运气好 刚才来了个大老板 一下子就把我的冬笋全买走了 可以啊 你这一会儿的功夫 就真能一千多呢 昨天我开门一整天 一分钱没挣 现在搞得我都有点想跟着你 一起去挖冬笋了 那没问题 只要你有本事挖 挖多少都是你的 我不省你钱 真的 你要是这么说 那我可就真的要去跟你一起挖竹笋了 没问题 就你这体格还去挖冬笋 你别耽误人家七哥干活就不错了 老老实实卖你的车 别想一出是一出 哎呀 我就去一天试试 毛小旺是真想去 自从成年之后 还没怎么去干过农活呢 正好这几天生意不怎么好 进山去挖点竹笋 放松放松也不错 没事 偶尔去锻炼锻炼身体 要不是天天去 不耽误你们做生意的 就是七哥都这么说了 我明天一定要去 爸爸 我想吃豆沙包 子涵 咱不吃行不行 这些东西吃多了不好 今天只赚了一千二百块钱 得留一千去还给卢庆龄 剩下两百 要给儿子买鞋子袜子 另外还要买一张被子 钱不知够不够 不好 我就是想吃豆沙包 不行 爸爸今天的钱不够多 可子涵的脾气一旦上来 也是十分倔的 他说要吃豆沙包 就一定要吃 见我不同意 他干脆直接坐到地板上耍无赖 我要吃 我要吃 子涵 你听爸爸的话可以吗 不要 我要吃豆沙包 子涵 听话 等过两天你生日的时候 爸爸给你买的大蛋糕好不好 蛋糕吗 是蛋糕吗 对 你听爸爸的话 到时候你过生日爸爸就给你买蛋糕好不好 好 买好东西后便乘坐大巴车到了路口 再走路到家里才十点多钟 这时村长火急火燎的跑了过来 七号你在家 太好了 快快去看到你四叔 我四叔怎么了 你 地方 呢 点 兴